寒流接力来袭 不止民众动到受不了 就连蔬菜价格也跟着飙涨 其中又以高丽菜的涨幅最大 光是从去年底到今年初 交易均价就从每公斤28元 硬生生地涨到42元 而摊商表示 因为低温蔬菜生长慢 价格走扬 建议可购买洋葱、萝卜等根筋类来审荷包 寒冬里民众就爱吃锅暖身子 但除了肉类、海鲜和火锅料外 也少不了清甜解腻的高丽菜 但近来受到寒流易波波来袭 影响蔬菜生长与供应 造成价格飙涨 尤其高丽菜涨得最凶 光是从去年底到今年1月中 交易均价就从每公斤28元 硬生生涨到了42元 涨幅高达1.5倍 因为我在做生意比较大量 它本来都算便宜 差不多15%,现在都要试试 今年高丽菜价位都没说太少 我们不要一斤50元 另外同样掌声响起的还有花叶菜 去年同期每公斤才14元 现在交易均价已经涨到每公斤37元 还有包心白菜 同样将去年同期价格分涨了2.58倍 来到每公斤31元 而玉米虽然涨幅少了点 但摊商表示在持续低温下去 无法成熟采收 恐怕过年将会没有玉米可吃 不熟啊 又很嫩啊 吃多又不熟 又没有东西 红萝卜啊 洋葱啊 白铃薯现在也很稍微了 持续离稳寒害 蔬菜生长速度缓慢 加上入冬后 火锅需求及尾牙聚餐 蔬菜买其热落 在公布应求的情况下 价格走扬 精打细算的民众摊商建议可以买当季盛产的萝卜 或是根茎类蔬菜 价格相对平稳 能够省下一些荷包 记得下家会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